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二年级健康教育 抽烟对我们的危害 抽烟对于我们的身体,危害真的很大 不只是危害到我们,还会牵连到我们身边的人 第一,容易养成烟瘾 很多人在还没有抽烟之前,都觉得自己不会上瘾 因此,有人给烟,他就抽 抽着抽着,慢慢的就上瘾了 要改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烟瘾犯时焦躁不安 如果上的烟瘾是非常可怕的 整个人显得焦躁不安 想要抽烟,不抽睡不着 也干不了任何事情 第三,对肺部极度伤害 抽烟对肺部的伤害是极度严重的 吸烟是肺癌的重要治病因素之一 因此,为了健康,大家不可以抽烟 第四,免疫力下降 人体有着自身的免疫力 而抽烟吸入的都是有害物质 不仅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力 还会使人患上一些与抽烟有关的疾病 第五,容易造成牙黄 长期抽烟的人 牙齿都是呈现黄色的 即使是缩牙 也是不能去除牙黄的存在 抽烟不仅对人体有伤害 对牙齿的伤害也很大 第六,造成消化道口腔疾病 抽烟是吸食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进入你的消化道和口腔 因此对消化道和口腔造成不小的危害 也危害到你的健康 第七,二手炎的危害 吸二手炎的危害 比那些抽烟者受到的危害更加的大 家中的孩子吸了二手炎 会影响到他的发育 对于那些吸入二手炎的孕妇来说 生出畸形儿童的盖力 也会大大的增加 第八,慢慢侵蝕你的身体 其实抽烟就是慢性的毒药 短期之内,察觉不了 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 当你发现的时候,往往也是最为致命的时候 不仅伤害了自己,还伤害了他人 好,同学们现在做以下这些练习 以下,哪一下习惯是不好的 第一,跑步 第二,帮妈妈做家务 第三,抽烟 好,今天招呼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招呼校长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 加油,拜拜